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潮民頻道格仔 Sentino 郭靖彤 今天我們要說說珍寶海鮮房就在南海的海域近西沙群島附近 因為遇到海浪的衝擊 從此沉沒在一千米的海底以下 但是根據內地的天氣預報 當時該等海域起碼有五至六級的陣風 最高的時候還達到八級陣風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珍寶海鮮房不論從結構又或者是老化的身軀 其實它都不適合去到遠海航行 更何況還要在遠海遇上風浪的時間 為什麼相關的航海人員要在明知有風浪吹襲的時候 都要堅持出到遠海 難怪有人說到這次的操作是涉及故意的成份 那到底整件事究竟是怎樣呢 我們稍後慢慢回來再詳細分析一下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在英國 上個星期尾接連出現了兩次的千人集會表達訴求事件 第一件就是英國把遺跡解密的老闆阿山奇引到美國受審 這件事被英國指到是新聞民主自由裡面最黑暗的一天 有大量的人去到法院外表達不滿 而就這件事我們中國外交部也指到很明顯 就是英美國家的所謂新聞自由的一個照妖鏡 雙重標準 另外一件就是在上個星期六 遺數千人在倫敦進行了表達訴求運動 就一起去到唐庭街十號首相府外面抗議這個政府應對通脹不力 還答應了說他們每人都要加薪的時候說過不算數 兩宗集會都是爭取員工福利和爭取新聞自由 開正黃人那一份 為什麼又不見你們出來幫忙 稍後慢慢為大家報道 再次我為大家報道就是我們中國的機組人員因為要守法 遵行我們中國的防病措施 就去到巴黎機場那裡 被巴黎機場的人員敵視 事後巴黎大陸機場的人員就回應說沒有這樣的事 做得出不夠膽認 那事情是怎麼樣 稍後慢慢為大家報道 另外為大家報道的就是 美國的耶倫透過訪問就說到 絕對有必要為了舒緩美國的通脹 就是要對一些中國的商品取消了關稅 但是要跪下都是跪下的有型有款 所以就是說有些商品沒有戰略目的 所以他們要調整 調整到更加有意而有戰略目的 稍後再為大家慢慢解說 接著我們就要說一下 兩宗發生在台灣省的毛溪事情 第一宗發生在台北市的 有一名年輕的OL 跟兩名男士去喝酒狂歡 繼而喝到斷片 但當他醒來後 發現自己原來是一絲不掛 還要變成周身屎 而他這種身屎 就不是說是社會言達那種身屎 而是周身都是米田共的意思 但當他知道真相的時候 真的令到他無地自容 而另外一宗 發生在台灣省的花蓮縣 竟然有一名女公務員 在執行公務期間 闖入別人的咖啡室 裡面的寫字樓 來到去除地小界 為什麼這位女公務員 會做了這麼失常的行為呢 稍後回來 我們就說一下這兩宗 在台灣省發生的毛溪事情 再之後讓我曉得跟大家說一下 最近就越來越多 在19年搞過事 8、90後開始被帶上法庭審訊 又或者已經被判監 昨天又再有一宗 法官在庭上判刑的時候 就形容到被告 只是背後的策劃者 擺上戰場的一個炮灰 那究竟我們香港 經歷過19年的事件之後 是不是真的輸了兩代人呢 往後我們又應該用什麼方法 去警惕以及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等一會回來 我就會為大家詳細報導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分享讚好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接下來就要說一下 最新的消息就是收到 這個珍寶海鮮房 就在南海海域 近西沙群島對出 就已經證實沉沒了 原因就是 居民位於該海域 星期六晚上的天氣 就非常不穩定 因此由於船身入水的關係 到最後搶救無效 這樣就沉了 不過最令人覺得奇怪的就是 據內地天氣預報 在西沙附近一帶的南海海域 都已經一早預報了 天氣是不好的 甚至乎 預報裡面也說到 震風是可以去到五至六級 甚至乎 最強的時候是可以去到八級 為什麽 在明知道天氣預報的情形下 依然要選擇一條這樣的路線 接下來我們就來個大解構 根據這個香港仔飲食集團公佈 珍寶海鮮房在上星期二 也就是14日當日 就已經啟程離開香港 而當時集團就說到 由於香港並沒有適合 珍寶海鮮房所維修的船號 因此是要將海鮮房拖離香港 然後就將海鮮房拖去當時還未公佈到的所謂東南亞國家進行維修 等待維修完成的時間 才會再想到海鮮房的去向 現在消息證實了 海鮮房所拖向維修的國家 就是菲律賓 正當珍寶海鮮房在上星期二 離開香港的那一刻 很多市民都趁著這個機會 來到遠距離 在不同的位置和合照 想留一個紀念 但想不到 這次海鮮房一走了 就以後都不再回來了 據聞在離開香港四天之後 也就是到18日星期六的下午時 海鮮房就在南海西沙群島附近的水域遇上風浪 然後船身就開始入水傾側 而負責航運的拖船公司 曾經說到是嘗試救援 但不成功 最終海鮮房在捱了一天之後 星期日就全面入水翻轉 現在據報就沉入了一千米深的海底 而由於一千米深的海底 都可以說是非常深 所以基本上 要打撈到海鮮房 這隻三千噸的等船 難度是非常大的 即使要打撈 看來所花的錢 都是非常龐大 而且沉入了一千米深的海底 究竟海鮮房會不會脫皮脫骨 從他的結構看來 看怕也會 自從海鮮房出事之後 很多人就說到 其實整件事都挺詭異的 首先 我們研究一下海鮮房 就是一隻典型的等船 通常等船 他自己沒有動力 一般來說 都是要靠到 其他的船隻拖行 才能夠 在海面上移動 而一般來說等船的典型結構 除了剛才我提到是沒有動力之外 就像我上面的那幅圖一樣 等船作為典型的內河船 它的構造和一般的船隻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來說等船 又或者典型的內河船 它的構造是採取平底式的設計 這一種就是典型的內河船結構 而平底式的船隻一般來說是不適合進行遠洋活動的 由於它的設計早就已經給了一些風浪沒那麼大的近海海域 或者是一些江河等等的淡水水域 而去度身設計 所以說到當這些類似等船 又或者平底式結構的船 要出到深海 就算是不帶風不帶浪 一般出海船隻所承受到的風浪對於它來說 都未必能夠承受得到 所以第一點 它奇怪在 即使這次不是遇到風浪也好 為什麼要選擇拖去菲律賓這麼遠的地方 來進行維修 莫非在內地是不能夠找到適合的船號 或者船廠 來進行維修 由於海鮮房拖去哪裡維修這個純粹是一個商業決定 所以即使決定奇奇怪怪也好 集團方面是擁有全權的決定權 其實如果說到海鮮房 這次出發到的地點 是一些內地的船廠或者船奧的話 可能它是不會出事的 因為從地形看起來 海鮮房若然要拖到內地進行維修的話 它基本上是不需要經過一些遠洋深海 而只不過需要經過沿海的海域 這樣來說 對於海鮮房 它自己自身的設計 都是適合航行在這些海域 而在我們香港的海域 甚至乎在我們中國 東南部的沿岸海域 大家都相信見過等船的蹤影 當然有些等船自身配備動力 例如這一款 途中所顯示的船隻也叫做等船 但很明顯可以結構 有自身動力兼且有一定的軟航性 當然在我們香港 也非常興起等船 因為等船在香港 是一段輝煌發展期 在上世紀的六七十年代 香港曾經有一段 拆船葉興起的熱潮 利用到拆卸遠洋輪 舊軍艦 以及郵輪等等這些大型船隻 利用到拆卸這些船隻的鋼板 罕接成鐵殼的等船 由於當時 非常興起 所以工人們 技術十分純熟 平均算起來 40天就可以建造一隻鐵殼的等船 而海鮮坊 所成立的背景 也是等船的輝煌發展期70年代 後到尾進入了80年代 拆船業就可以說到已經完全適微 從此建造這些新等船的行業 也隨之在香港消失 事實上來說 等船 尤其是舊的那種 在現代的角度來看 不是說一種非常安全的場所 雖然等船的使用已經有百多年的歷史 這段歷史 是由英國人帶來的 當時 百多年前 在這個福壽高戰爭前 就已經有英國人所帶來的等船 利用到做海面基地 將這些福壽高轉運 但由於等船自身 他自己是沒有動力的關係 所以一旦被海水沖走的時間 其實是沒有能力自救的 這些等船在我們珠江面上 曾經所發生過的大大小小 不同的意外 大家都可以翻查 因此即使在江面上 你去行走的話 等船都有一定的風險 更何況你拖他出去那麼遠的深水 而另一件事 就是等船 是不具備現代船隻 一般所配備的水物隔板 雖則水物隔板 或者水物隔倉 這件事 不是什麼新鮮的科技 早在我們中國古代的船隻發明的時候 就已經有 相關的水物隔倉 但由於等船 他就好像一塊面盤 直筆掉長方形的船底 而且好像珍寶海鮮房 這些已經改建了 用來做大型水上酒樓的等船來說 基本上 在他設計的時候 是不會配備這些水物隔倉 因為根本都沒有遇過 他是會航行的 因此當有海水 剛剛過了 在船身的時候 水進下進下 越進越多 完全不能夠透過 關了幾道水物鋼門 來制止這件事繼續發生 當你越進越多水的時候 又不能夠淹得撤水走 想不沉也難 因此究竟誰決定 是要拖他出一個這麼深的海域 去到菲律賓那邊進行維修 這個決定是基於什麼的想法呢 看來按著正常的邏輯 稍微有一點點船無知識的朋友 都不會決定這樣做 莫非是有QK 所以引來很多網民的猜想 在這裡再送兩幅圖給大家看 我們香港的警方 和內地的公安單位 都有配備等船 我們香港警方的這艘等船 可能有些朋友也看過 就是位於塔門海域附近 當然這些等船 平時的時間都是動都不動 拋撓撓撓緊海底 甚至乎 就已經有一些支撐 撐住海底 因此等船本身 如果使用得當的話 問題就不大 就好像珍寶海鮮房 在香港仔的避風塘裡面 這些水域就適合出沒了 我們先看一件最奇怪的事情 就是剛才我們一開手的時候已經說到 根據一些天氣預報 就已經一早預報到 在西沙或者附近的海域 17號的日頭 至19號的夜晚 在這些海域上面 就有不同程度的陣風 南海西北部和中部海域 就有5至7級的陣風 西南邊那邊 甚至乎 陣風是可以達到8級的 這個內地的數據 是來自於中央氣象台的 而如果船隻 是拖著一架三千多噸的等船 航行到以上海域的時候 他所參照的 就一定是我們中央氣象台 所提出的天氣預報 因為南海 是徹徹底底的中國海域 那究竟 當時 拖到等船的船家 或者是 這些話事人 是不是一意孤行 即使 是面對著相當的風險 都依然是 不管這些天氣預報 還是沒有看到 從圖中也顯示到了 就有一大塊的淺藍色 六級陣風 的範圍 就在南海 堆出的西沙海域 而紅色圓圈圈的地方 相信就是 珍寶海鮮坊沉沒的位置 種種因素加上 既不適合出到遠海行駛 又因為船隻老舊 已經退化的關係 就已經七奴八損了 再加上 那時候 就有這麼大的陣風 風高浪急 莫非 就好像有部分網民推測到 是想把珍寶海鮮坊 就地解決 讓他沉到一千米深的海底 做海底下的海底農工 這樣的話 連拆的錢都省了 所以在種種反治的操作下 就獲得了這樣的結局 我自己覺得 網民們 所猜測到的這個結果 也不是不可能 一切都要等到調查 若然有這個調查報告的話 這樣才可以水落石出 當然 你這麼大的船 沉在我們中國西沙的海底 這件事就已經不是香港的事了 你是需要通報給內地有關的海事部門 來作正式處理 其實整件事我自己看 珍寶海鮮坊 即使要拖離香港 去到進行維修也好 甚至是找個位置 擺好它也好 即使這個位置不在香港 但是若然 好像這次一樣 在西沙海域被風浪打沉 沉到一千米深的海底 這個結局我相信大家都不想看到 而且我也認為這個結局比較有侮辱性 即使珍寶海鮮坊本身 屬於私人財團擁有 但是它所承載著 對我們香港的代表性 就遠遠不是一個海上的酒樓那麼簡單 相信這件事大家都認同 那究竟透過這次 我自己認為 根據侮辱性的結果 出來之後 是不是真的什麼都不做 我並不是說要鼓勵他打撈回去 我相信都很難 但是既然 差不多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又或者 很多中外的媒體電影製作商 都會爭著 在珍寶海鮮坊取景的時間 為什麼不能夠有一個更好的解決方案 來得出來 例如就是將它改建成 好像我們新潮民之前所說的 在維修完之後做一個 海上的美食博覽館 盛載著我們中華文化的飲食歷史 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這個時間 就會有很多人出來說 你這麼聰明你接了來做吧 數不是這樣算的 我又想問他們 盤數有多複雜 真的這麼難計嗎 誰知道 一個城市的歷史和文化 是很值得我們珍惜的 這麼有代表性的歷史和文化 其實就是代表著這個城市的靈魂 這件事是無價的 在我們錄片這一刻 珍寶海鮮坊沉沒的新聞 就已經傳到全世界都是 我並不是在意外國人怎麼看這件事 而是獲得這樣的結局 真的令人非常憤怒 再次我為大家報道 就是英國出現了兩宗大型的民眾表達訴求的集體活動 其在為什麽 那些那麼追求 新聞自由 追求領導者要聆聽民意的那些BNO黃絲 你們沒有出來幫忙 沒有出來叫陣 沒有出來幫忙拆東西 兩宗大型都開剩你們的飯 難道你們真是一群 對著我們中國人 就吱吱喳喳 對著那些鬼就口啞啞 在17日英國的內政部長彭代寧 就判定了 把阿珊奇 維基解密的創辦人阿珊奇引導到美國 他就說到 這個行為是不會損害到人權 也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做法 一點都不嚴苛 一點都沒有偏見 也絕對沒有濫用法律程序 你說就是 誰都知道 從一開始 從阿珊奇在阿瓜多爾 駐倫敦的大使館 你們踏他的時候 已經是硬來的 英國的媒體報導 這個絕對新聞自由 英國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有大量的人 就站在倫敦威斯敏斯特裁判法院外表達他們的不滿 而法官也判了 取消了禁令 把阿珊奇引導到美國 所以美國和英國早就已經在2003年有這個叫引導法 我們不如叫他做英美版本的逃犯條例 這個英美逃犯引導條例就是很簡單 但凡美國人覺得哪一個人是他們眼中釘 看不順眼的時候 歐洲和英國也有這個義務 把他引導到美國受審 所以知道阿珊奇一開始的時候 他不是在英國的 他是在瑞典 他在瑞典被人懷疑 說他捲入了兩性之間的桃花亂局 所以他就走 走到英國的阿瓜多爾 駐倫敦的大使館 把自己躲起來 為什麼他變成了美國人的眼中釘呢 因為阿珊奇在他的遺棄解密裡面 就大爆美國軍方做盡的一切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些壞事 這些壞事 真的慶祝難輸 犯下了人性最醜惡的一面 除此之外 阿珊奇也大爆美國的情報機關 如何做假訊息 來出師有名 來冤枉他的目標 甚至利用網絡戰線 如何派入別人的網絡 來偷取他們所需要的資訊 還有如何利用網絡來監聽 不僅美國人也監聽全世界 爆了這麼多這些東西的時候 美國一定不會放過你 如果阿珊奇不是爆美國的這些行為 而是爆其他國家的這些行為 例如如果阿珊奇 當中國現在有做過這些行為的話 如果阿珊奇爆的時候 美國又會反過來 說你高舉民主價值 說你正義 只不過阿珊奇 很清楚一件事 做盡這些行為 從來在這個世界的歷史裡 從來都是英美白鬼 所以就爆他們的壞事 這樣就成為了他們眼中釘 阿珊奇在2019年 被人野蠻地 從這個大使館那裡 去抓了 因為2017年阿瓜多爾有新的政權交替 所以在新的外交策略底下 令到阿瓜多爾那邊 沒有辦法之下 要交人因為不想得罪美國 維基解密那邊表示他們一定上訴 上訴到 天腳底他們也要上訴 阿珊奇他沒錯 他不是罪人 他只不過是作為傳媒 應該有的出版責任 你們這些黃絲不是很高舉的嗎 為什麼那天不去法院聲援 你們不是有很多文宣 又舉牌 又設計海報 甚至 你們說你們全部都是利君雅 你們不過去帶著面具來 去捍衛這些新聞自由 你們什麼都不做 是不是你們黃絲辦事不力 是不是你們黃絲回了堂 其實這樣也對 就像你們那樣 了無聲色 無聲無色 慢慢就會變成歷史裡的塵埃 消失於人家眼前 沒有人再記得你們的存在 6月20日我們中國的外交部也就著這件事發聲 就說到 好像亞生奇這件事 就是美國和英國 他們所謂新聞自由的一面照妖鏡 完全看出他們的雙重標準 他們在塔亞生奇的時候 絕對是不為餘力的 別人的國家就要說新聞自由 在自由面前制度就鬆散 但一去到英國和美國有關的 就要嚴刑執法 還故意扭轉法律的程序 迅速來推行一些可以成功塔亞生奇的法律 在這十年間不斷動功夫 也看得到英國的狗 中心的狗 面對著美國人 要他做什麼他都要做 要他壓迫誰就要壓迫誰 甚至跨境也要執行 如果同樣的事情 亞生奇在爆我們亞洲的國防機密 或者在爆我們亞洲甚至中國的一些醜聞的時候 我就會說 執法就是政治迫害 但是英美族就說是正義執法 你們厲害 另外一宗在英國上演的 民眾表達不滿 來希望政府聽聞 的千人大遊行 就在這個18日 剛剛的星期六進行的 有成千人在英國的倫敦 一起去到唐寧街10號首相府外面 就抗議他們政府管控通脹不力 為什麼政府面對通脹 愛理不理 這件事跟你們的BNO黃人 也有關 當然也跟你們的武證黃人更加有關 你們去到那裡 地方又煮得不好 煲個湯又說不夠火不夠煙氣 還要一個星期只能沖一次廁所省水 冬天的時候冷到變雪條 沒有錢開暖氣 甚至去超級市場想買多支油 炸東西也不行 因為限購油 跟你們的生活也有關 你們的生活 電費水費煤氣費 全部飆升了 都不知道多少倍 令到你們剛剛到埋的黃人百上加根 你們為什麼不去表達你們的不滿 參與這次的遊行還有英國的工會 英國工會 英國的職工盟 你不找英國的李卓人來韓圈兩句 說我們在香港 都經常做這些事情 有什麼就叫我們 我們這群人要拆東西要宵夜 包補乾淨 你們應該自戰才對 為什麼你們又沒有聲氣 英國那邊的不滿就是不滿什麼 不滿通脹是一回事 不滿通脹底下 為什麼政府不加工資才是他們的訴求 話說Boris Johnson上任的時候 就開了空頭支票給國民 說到如果去掌管的英國 一定比以前威水 大家夠吃夠住 會給大家一個高薪經濟的任期 但是這些說完完全沒有下文 工會那邊就指到了 因為通脹 就導致所有英國人其實在帳面上 由2008年到現在這一刻 每人虧了2萬巴士 大概2萬巴士大概19萬港元 說這些說話很煽動性 為什麼無端因為通脹問題追溯到2008年 然後計算到現在還要故意給大家聽 你們每人就是因為政府監管不力 所以每人白白虧了2萬巴士 這些說話平民百姓聽到很慘 這些工會果然懂得搞煽動 世界哪裡都是一樣的 有在英國做老師的訪問對象就指到了 現在子女的善食和屋租已經難以負擔 子女可能在學校還要多點東西吃 回去家裡拿來做晚餐的就是為了省錢 有些老師指到因為他們的財長卡梅倫 在財政縮緊 導致他們每年 小薪少了1萬巴士 大概9.6萬港元左右 所以他們生活很困苦地面對通脹根本完全搞不定 你們的情況也好 你知道美國的老師 甚至要賣自己的血氣來變換生活的資金 為了讓家裡的子女多一口飯吃而已 而這次英國的千人大遊行 有慈善團體也要參與 他們紛紛都知道 英國作為這個世界 四大經濟體是不應該面對通脹 束手無策的 其實說到最後 你們也想加薪 你們不是說一句 五大訴求缺錢不可 然後你們想重振大英帝國的聲威的時候 就寫一句 光復英國 時代曬命 在英國 大家出來為社會 為公義 為民生 來表達訴求的時候 你們這些BNO黃人都不乘機出來 發揮你們的用處 雖然知道你們是一無是處 人生只能夠在這些地方才找到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 又不見你們的身影 那些羅冠聰 那些趙季傑都去了哪裡 如果過兩天有新聞出來 就是這些BNO黃人 香港搞事黃人 去到那裡還幫政府說好話 那到時真的好笑 再之後為大家報道 就是一些我們國家 作為中國人一定要發聲來支持的事情 就是我們中國人 去到巴黎的戴高樂機場 我們的機組人員 被人敵視 其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們的管控措施做得好 我們的機組人員 穿了白色的保護衣 戴了眼罩 然後機場 有人敵視我們的機組人員 說我們 一群人 這樣的行裝的時候 帶來客人主義 話說 我們中國機組人員 在巴黎的戴高樂機場 受到敵視之後 馬上就要求他們的巴黎機場解話 巴黎機場 你知道法國人最喜歡側側 假裝不知道 這樣 18號的時候回應我們 就說 不是的 我們沒有這些行為 雖然我們法國的機場 其實就早已經 改變了這個制度 首先法國 之前有的 抗病措施 那些規格 就已經不再有了 大家可以隨意穿自己喜歡的衣服 隨意換自己喜歡的造型 以及不戴罩也可以 所以任何人穿什麼衣服都是自己的決定 我們是不會敵視你的 不是的 我們真的被敵視 那怎麼辦 他們的解釋很牽強 不過這樣的 不同的航空公司 因為來自不同的國家 所以他們有個別的規格 說到最後 你都沒有正面回答 為什麼我們會被機場的人員敵視 話說法國其實他的案件依然還是很多 你知道西人 尤其是歐洲人 一定要開放自由 5月11日就已經公佈了 由5月16日開始 所有防病措施一律取消 大家喜歡什麼造型就是什麼造型 大家喜歡不戴罩就不戴罩 大家喜歡 跟身邊的人親熱擁抱 面貼面說話都沒問題 大家開心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中國的機組人員是很有紀律的 我們中國的機組人員根據我們中國的民航局 2021年9月23日 所修訂和發佈出來的規矩 裡面就是說到 運輸航空機場的病控 技術指南裡面的第八版 就是說機組人員 一定要有 防護的意識 一定要注意健康 而如果去到一些國家 他的案件是多 怎麼為之多呢 就是以每100萬人計 有500個案件 這樣就為之多 根據第八條 就要戴95號的罩 戴護目鏡 戴手套 甚至如果他的案件真的多 傳得快的那期的話 大家要穿這個保護衣 雖然知道 穿著這個保護衣 過海關的時候是不方便的 所以就要戴多一套 過完關的時候換上另一套 這些叫一次性的保護衣 講究是非常 而我們中國機組人員 也絕對會根據我們國家 所頒布出來的指引 來一一奉行 除此之外 個人也要有品德修養 就是要自己自律 人與人之間距離一定要超過一米 盡量多人逼的地方就不要過去 經常會為自己進行消毒 但是就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太自律 所以西方就非常眼紅 就要敵視你 你自己的案子爆到九彩 你自己不管的時候 就希望別人陪你一起瘋 難怪東升西降已經變成一個事實 根本你們這些西方世界的普羅大眾 就是一班爛爛爛的爛鬼 就好像英國一樣 又說要用民主價值 要制裁俄羅斯 但是生活上百上加根 能源短缺 資源短缺 糧食短缺 價格上漲的時候 你又在罵政府 民主而已 不是人民的任性大了 真正的民主 就是要以民為本 以人的健康 以科學的角度為優先 以民生為優先 以人命為優先 就不是任性主義 再之為大家報道 就是美國的裁長耶倫 在面對這個ABC的訪問 6月19日就指出了 川普年代有很多項目的關稅 並沒有一個字 叫做沒有戰略目的 所以他們為了一些沒有戰略目的的不必要關稅 他們想取消了它 以免為了這個社會的通脹 來製造更多的通脹 來輸下群 以免消費者負擔昂貴的成本 就是其實跪下 其實你都說了很久 拜登也說了同樣的話 就說要就某些特朗普 那時候 清單上的一些項目進行所謂的調整 要認真審視每一個項目 看看他有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的時候 就取消了他 取消了那些對中國的關稅 但是你知道美國人很要面子 他怎麼都不會直接承認自己跪下 所以他們就說 雖然知道如果在戰略角度來說 這個對中國的懲罰性關稅的清單未必是最好 所以我們要調整一下它 令它更加有戰略性 我們每個項目來審視 甚至重新調配關稅 那就會更加有這個戰略意義了 所涉及的項目 就有3500億美元 他們知道有些項目一定要維持 例如鋁和鋼是需要維持的 現在美國正面對40年以來最嚴重的通脹 不出一個禮拜之前 美國的財長耶倫才知道 其實就著一些消費品和商品來取消關稅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因為只不過佔整體市場的三分之一 根本對這個舒緩通脹是無保於是 但是你現在又說就算某些項目可以達到舒緩通脹的效果 其實你哪句才對的 我很亂 美國的能源部長格蘭霍沒有接受CNN訪問的時候就指到了 暫停聯邦汽油稅是有效降低燃料價格 有效幫助美國的平民百姓來紓困 舒緩通脹的 因為燃料價格的通脹問題 所以經常要開車的美國人 其實生活因為有錢 都白白給多了一倍 雖然知道其實 早前已經有貿易代表大旗 就著幾百項中國進口的商品都已經進行了豁免 其實到了今時今日到底取消和豁免了多少對中國進口清單的關稅 美國今後就著對中國的強硬政策 今後何去何從 這件事可能要他們自己才知道 之後我們就要說兩宗在台灣發生的事件 一宗在台北 另一宗位處於台灣省東面的花蓮縣 這兩宗事件本來沒什麼相關 唯一一個共通之處 就是兩宗事件都和排泄物有關 我們首先說一下位於台北發生的那一宗 在台北發生的這宗事件 涉安的人士是兩男和一女 提高的就是女士 而被告的就是當中兩位男士 本來這三個人 他們就是互相認識 兼且還約在一起去喝酒狂歡 但是喝了一整晚酒 喝到飲酒的店鋪打仰 這三個人仍然都是意猶未盡 當他們要離開他們喝酒的地方 轉場去到這個精品汽車旅館 繼續狂歡的時候 事情就開始發生了 在我們說事情發生之前 有件事值得一提 就是這兩男一女 他們去光顧的精品汽車旅館 在台灣省來說 是屬於一些專為情侶服務 而入住的時間 又是擁有彈性的旅館 也就是說 光顧這些旅館的情侶 不一定要有一天的住宿 若然他們在拍拖談情的時間 情到農事 又需要找個地方休息 要住兩三個小時 這些旅館也可以這樣去買時間 而他們光顧的這間旅館 又正好位處於台北市的臨心不露 台北市的臨心不露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早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部電視劇 電視劇的真名 我們就不在這裡說了 姑且就幫他安過假名 叫做拜登初上 台灣電視劇拜登初上 裡面的劇情 全部就是圍繞 幾十年前 在臨心不露一帶 那些所謂酒店發生的故事 來帶出一些案件 因為台北的臨心不露 正正開滿了很多 溫暖溫暖和溫暖的地方 當中又有些 很自由奔放 又很適合寂寞人士去 因為當你一個人走進去的時候 雖然你是孤單 但是當你坐下了 你是並不孤單 至少在黃人眼中 自由奔放的台灣省居民 他們都是這樣認為的 所以當晚上 若然是帶有罪意 而又出現在台北市的臨心不露的話 都會被當地人 標籤了一些不良的人士 不過這件事件裡面的那位女士 就報稱是OL 而並不是PL 當他們三名人士 去到那間汽車旅館 而又成功地 入住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 繼續他們的狂歡 而當中那位年輕的OL 喝了不夠十分鐘 就開始覺得不勝酒力 然後還斷了片 但當他大覺醒來的時候 他就發現自己一絲不掛 躺在那間旅館的洗手間裡面 而最令他難堪的就是他身上用沾滿了那些 喝酒後套出來的東西 還有大量的米田拱 而最奇怪的 還要是他發現自己的手機裡面 有一張應該是他喝醉時拍的一絲不掛照片 竟然傳送了 去當晚其中一位 跟他一起喝酒的男士手機裡面 所以越想日越不對勁 就決定要報警處理 因為他的下意識就告訴他 當晚應該就是那兩名跟他一起喝酒的男士 在他的酒下落了十香軟筋散 所以令到他迷迷糊糊 然後就弄髒他 但是當這兩名男士 上到法庭的時候 將當日的事件和盤拓出的時候 真相令到那筆年輕的OL 簡直十分崩潰 因為當晚事實上 的確是那筆年輕的OL喝醉了 然後就自己走到廁所 就來到酒後吐真言 還吐到那位姓王的男士 全身都是 搞到他就要在旁邊的房間換衣服 因為那位姓王的男士就說到 他們三個人當日 開了兩間酒店房 就說到為什麼有這樣的安排 原因就是一間酒店房是被女士去休息 而另一間酒店房是兩位男士一起休息 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也應該相信 因為台灣省 有很多男士和男士一起去住酒店 然後另一位姓林的男士 就說到 原本那天他喝醉了 他也回到另一間房間換衣服 不過當他再接返去那個年輕OL住的房間的時候 就發現他躺在廁所上 就一絲不掛 而那位年輕OL更加失去了禁制的能力 所以就搞到 整個廁所的地下 都是他的 米田貢 他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就慶至大失 所以就回到自己的房間睡覺 完全 都沒有對他多手多腳 而之所以那位年輕OL 他睡醒為什麼會發現自己 周身都是一些髒東西 就是因為他自己 醉了在地下睡覺的時候 典床典正 所以後來 就變了紳士 還要聖州 雖然我們 在這個病情裡面 就看到台灣省的醫療水平 明顯是比我們香港和祖國 低落的 但是 如果要做一些醫學驗商 採診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那位年輕OL 根據口供 就對那兩位男友人 是告不入的 所以他就去到醫學採診 怎知醫學採診的報告裡面 就只是說到 在他的拔甩和小解裡面 只能夠驗得出 他平時已經走過多 最多都是可能驗到多少的熱氣 但是對於那些什麽十香軟根散 那些迷藥 是一概不能驗出來的 而且他身上也沒有明顯的傷痕 所以台北市的法庭裡面 就認為那兩位男士 沒有犯案之嫌 但是那位女士 還要不服上訴 這些就是 黃人眼中 自由奔放的台灣省的景象 可能那些黃人很嚮往這種生活 所以這件事件裡面 就算是幾十年前 這個臨心不露是這樣的景象 現時都是這樣的景象的時候 可能就吸引了那些黃人覺得 台灣省真的非常熱情奔放 因為這類事件 在我們祖國或者我們香港 都不容易可以發生 相信大家都有回到祖國 去旅行 都有試過 去到入住酒店 而我們回到祖國入住酒店的時候 通常 都要出示一些 身份證明文件 再加上 如果我們不是自己一個人 而是有其他的家庭成員同行的時候 我亦都試過 跟爸爸媽媽回內地 去租酒店住的時候 入住的時候 人家的前台已經問你們 究竟你們什麼關係 因為住一些 那麼上一規模的酒店 他們很多時候 都會搞清楚 你們有什麼關係 才會肯租給你們 而在我們香港來說 這一類型 入住時間可以短到幾個小時的酒店 也有不明文的規定 就是不可以 兩個男人 和一個女人入住 又或者 兩個男士一起去租酒店 基本上那些酒店都未必會租給他 而另外 發生在台灣省的另外一個方向 花蓮縣的事件 就更加比台北市的這一宗更加無契 怎麼無契呢 話說在這個花蓮縣 有一間的咖啡店 就有一位顧客 那位顧客 還沒開始光顧 他是一位公務員 他在執行完公務 回到自己的辦公室的時候 逃經這間咖啡店 他率先光顧 就不是要試這間咖啡店的咖啡 而是跟咖啡店的職員說 想光顧他們的洗手間 可能人真的有三急 又或者是台灣省 一些偏僻的地方 就不容易找到洗手間 不過正常來說 在我們中國人 傳統的概念裡面 都是能夠方便到別人的時候 就盡量方便別人 況且借一借洗手間給人用 自己又不會小乎肉 但是若然 真的不方便借 也沒辦法 而這間咖啡店的職員 就跟那位女公務員說 那個洗手間正在進行大工程 正在維修 就借不到給你用 而那個女公務員 聽到別人這樣說 立即就破口大麻 還說要 投訴到別人老闆那裡 他這種作風 也不知道是不是黃人帶過去 而他學習了 因為黃人的投訴文化 很盛行 但正當那位咖啡店的店務員 打算真的打電話給他老闆 讓那位女子投訴的時候 那位女子就突然消失了在他視線當中 為什麼消失得那麼快 是不是真的急著跑了 原來不是 那個女公務員 是趁那位店員打電話的時候 用了九秒九的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他用了那麼快的時間 可能他是想以中華台北的名義 來參加這個奧運會 或者是世界盃 不論如何 他那九秒九 就不是用在運動上 就是用了在突然之間 闖進了別人的辦公室 還要反鎖辦公室的房門 反鎖在裡面做什麼 竟然小解起上來 而他小解完之後 更加是絲絲的走了 但是後來 當那位店員 要進入辦公室裡去辦公的時候 聞到很大股的小解味道 然後發現一箱價值8000台的咖啡豆 就是被小解污染了 不知道這袋咖啡豆 他說價值這麼貴 是不是那些貓屎咖啡呢 如果是可能真的很入味 不過 那個咖啡店的店務員 就覺得市有QK 然後翻查閉路電視 就發現了 剛才對他破口大馬的那位顧客 闖進了他的寫字樓裡面 去做了一些不雅的行為 不僅如此 當他繼續翻查閉路電視紀錄的時候 還發現他私私然離開的時候 是坐著一輛花蓮縣政府 野生動物保育專車 而這個野生動物保護專車 就是隸屬於台灣省的農業署 而當這件事件投訴到農業署的時候 剛好這個台灣省農業署署長 跟我們香港的食衛局局長一樣都是姓陳 這是巧合而已 不過他跟陳局長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同樣都是A字博 因為那位農業署的陳署長說到 說那位闖進別人辦公室去到小解的人士 的確是他們的公務員 說到當時應該在執行公務的途中 就會了解一下這個事件的詳細過程 如果他們的公務員在公務期間做了一些失當行為 他就會請回當事人 去跟店家協調賠償的事宜 聽到下去好像有點矛盾 既然農業署的陳署長 他就覺得 那位硬闖人家辦公室小解的人士 在執行公務 但是 就說到這些賠償的事件 都是要由當事人 去跟店家協調的 就是說 在台灣省就算是公務員 就算是帶著公務在身 一旦有些什麼 他們農業署都是不負責的 都是要由當事人去賠償的 而且 在那個回覆媒體的過程之中 那個農業署的陳署長 就好像沒有說過任何 會把那位硬闖人家辦公室小解的女公務員 來處分 難道這種處事的態度 就是台灣省的官場標準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省的官場就真的道德淪亡 希望台灣省 就讓我們解放了 將這些不良的風氣 就來得好好改善 謝謝各位 再之後 又來到新潮民的 《罪有應得》系列 在2019年2月29日 有大量的搞事者 在位於銅鑼灣 至正種一帶 發起了一個 命名為全球反政府的 大型搞亂活動 當時 多達500名的搞事份子 在政府總部外面聚集 沿途除了 到處點著東西之外 還有到處扔著火玻璃瓶 以及磚頭 逼得我們警方 最後要出動到 噴水車 以及喊包彈 才能控制到現場 其中一名 涉案被捕的 36歲男子 他自稱是 一位音樂的製作者 雖然他在庭上 一概否認 所有控罪 但最終都難逃法網 在上個月 被法庭裁定 暴動罪成 但由於 被告在上一庭的時候 因為確診中招缺席 所以押後到 昨天才有判刑 區域法院的法官 昨天判刑時就說到 搞事份子 在香港 最繁盛的地方 展開了 一場 大型的攻防戰 試圖挑戰和衝擊香港 以及中央政府的管治 一名自稱音樂製作人的被告 更加在事件中積極地參與 被捕的時候 不僅一身重裝備 兼且又有扔磚 更加在被捕的時候 強烈地動手動腳 但事件平息之後 英雄就沒有去訓 狗熊也差一點 法官形容犯人 只是戰場上的炮灰 所以為自己付出的行為 付出沉重的代價 判他監禁五年 其實這次案件裡 一共有三名被告 以次序是 36歲音樂製作人 莫鎮宇 21歲的學生 楊樂謙 以及24歲 電腦技術員 李奇進 被控於 在2019年 9月29日 在禁忠的政府總部外面 連同其他身份不祥的人士 參與了搞事的活動 而第二、第三被告 亦都在早前 被判監四年半 而在庭上 法官就對這三名被告 全部都 自稱是旁觀者 在毫無原因下 被警方無故拘捕 法官說 他們這個說法 簡直就是 自欺欺人 掩耳道靈 尤其是 那個首被告 叫做音樂人 莫鎮宇 他聲聲 自己當日 去到灣仔 準備完音樂表演之後 跟著 深月來朝 去到中環 想在那裏搭船 去南亞島 但無奈感 因為被當時的 搞事人群擋住 所以最後 就無尼拉威地被警方拘捕了 之後 法庭就引述當時警方的證供 在拘捕被告的時候 他身穿黑心黑褲 又有安全帽 又有護目鏡 還有個豬嘴 可以說是 一身 重裝上陣 反而是 自稱音樂人的他 身上 連一件樂器 一張歌譜 都找不到 喂喂 歌仔 麻煩做事賞心一點 開港也有說 臨時演員 都是演員 作為想扮音樂人的你 至少都要帶回一枝 木桐第一人身上 你現在這樣 一身盛裝的打扮 還要在現場被捕了 再加上 連說謊的智商你都沒有 試問不拉你拉誰 霞姨說 今天就沒有飯盒給你了 想吃飯的話 就去監房吃 之後法官又說了 這次的搞事行為 規模之大 人數之多 以及組織之強 簡直就使得市民抓虧 即是說 怕得說不了話 而發生的地點 猶豫戰場 在香港 最繁盛的 政商地段 展開了一場 長時間的追逐戰 破壞的目標 全部都是 權力和核心的標記 很明顯就是想挑戰和衝擊 香港和中央的管治 而且案發的日子 還要特意選一些敏感的日子 因為這件案件發生之後兩天 就是十一國慶 目的很明顯就是想 好像政總旁邊的立法會一樣 在7月1日的時候被人大肆搞亂 法官更加說到 在外國政客眼中所謂的風景線 其實是 香港守法的普羅大眾 他們經歷的一段悲痛歷史 而去到被告被判罪成 辯方律師求情之後 法官更加指出 被告在求情的時候 說的求情說話 欠缺實質的內容 甚至乎 連一封求情信都沒有 而法庭最後就以 在策劃者的眼中 被告可能是一隻棋子 又或者是一個棋子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現在被告已經變成 戰場上的炮灰作為總結 而由於被告的行為 比之前另外那兩位更加嚴重 所以就被判監禁 五年的時間 聽完這件案之後 大家應該會覺得 越來越多在19年 搞過事的八九十後 現在都陸陸續續被帶到上庭審訊 有些甚至乎被判坐牢 大家心裡不禁會想 我們香港 是不是真的輸了兩代人呢 其實 過去的事 都已經成為事實 大家 又不要那麼灰心 反而我覺得 大家更加需要向前看 其實我們可以藉著這兩代人 所犯過的錯 去警惕和教育 香港之後每一代的人 例如可以把這些事件 製作成教科書 又或者拍成紀錄片 再不是 港台之前 拍過那麼多低級的節目 現在就給你機會 拍一輯《鐵槍邊緣》 這些富有正面教育的節目 告訴所有 血氣放缸的年輕人知道 每一個人 都要為自己做錯過的事 承受回應有惡果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臨結束之前請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新潮民頻道 新潮民2.0頻道 以及我們的Facebook專頁 為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